这一次的地震有不少民众的手机有同时响起警报声 原来是收到了国家级地震警示 不过也有人没有收到 而NCC就解释说 目前有21款的手机都有经过认证可以接收讯息 天摇地晃的同时民众的手机BB作响 今天上午11点17分 宜兰外海发生规模5.8的地震 双北汉宜兰不少4G的用户都收到国家级地震警示 不过也有人没收到 国家警报系统是由行政院灾害防救办公室 灾害科技中心以及手机业者配合建立的系统 由气象局做判断区域 11点17分14秒侦测到地震之后 17分32秒发送到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 随即送到各地电信业者 4G用户平均花5秒能收到 3G用户则是10秒 不过有人没收到或是延迟收到 甚至重复接收 NCC推测 除了电信公司之外 还有可能是手机不支援功能 内建软体没有更新 亚太跟台湾之心 台湾大哥大 4G 3G都能够顺利的 把讯号送出去 那么远传是刚好 它的4G正好在做软体更新 所有的4G顾客 所以没有一个收到 所有3G顾客通通都收到 那么中华电信呢 是系统里有一些问题 所以有部分收到 部分没有收到 NCC表示目前3月1号后认证手机 都具备接收讯息的功能 现在有21款手机适用 不过相较于日本的警示系统 能在地震前提前发送 NCC表示牵涉到气象局的 灾害侦测技术 以及台湾服援小传送不及 等等因素 目前国家警报系统 仍在适用的阶段 对于各种问题 会在最短时间内改善 记者维尔林国宏特会报道